被押到碧山岩山区逼迫斗欠 一伙嫌犯把被害人在押上车后 夺步车辆加速实力现场 飙往内湖市区 接着他们竟把被害人 录到范贤民权东路住处 关在屋内狂欧猛奏 起货西瓜刀两只 及铝棒一只 恐吓签署30万元本票 原来20岁郭姓男子 日前在夜店搭讪女生 不但对他毛手毛脚 还用手机拍下不雅影片 女子向闺蜜哭诉后 闺蜜又跟男性友人告状 没想到几天后 郭男又把女生约出来 闺蜜与男性友人 趁机遛人埋伏 掳人痛殴 逼迫删掉授机内 不雅影片签署30万本票 警方获报追弃 待人将一票路人嫌犯 全部送办 另一方面 北市警方扫黑 则扫出笑形军火库 特勤中队鹤枪实弹 攻坚万华 这处民宅冲入后惊人发现 现场满式枪支 不仅有火力强大的冲锋枪 副枪及手枪 连子弹也搜出75发 黑方为拓展势力 用枪自重 若爆发冲突 恐怕是枪零弹雨 讯后依据违反 枪炮弹药 刀卸管制条例 最嫌移送台湾台北 地方检察署侦办 涉及当地帮派 淮南会的46岁林姓嫌犯 早有伤害前科 曾拟大批枪支 在无奈还不时跟人炫耀 这次遭到法办 不过枪支子弹都有改造 警方人要向上溯源 找到来源冰工厂 记者也为林黄玉兰 台北咱们冒头